我国上周为国家传染病中心的前线医护人员接种冠病疫苗后 今天起将陆续为所有公共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进行接种 李显龙总理今早也到新加坡中央医院接受疫苗接种 是第一位注射疫苗的内阁成员 记者林良全报道 李显龙总理今早到新加坡中央医院接种疫苗 从医生确认总理适合进行接种 到注射之后留在现场观察 整个过程大约40分钟 接种疫苗的还包括卫生部医药服务总监麦希薇副教授 以及中央医院约90名医护人员 因为在急诊部上班 所以我是觉得现在是个很好的机会让我打疫苗了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觉得有一点紧张 可是过后打了疫苗过后 是觉得也没有很痛 也没有什么差别 我就觉得现在还蛮好的 医护人员在接受疫苗接种之前 必须先填上自己的个人资料 以及回答一系列简单的问题 在接种疫苗过后 便可以在现场预约第二次注射疫苗的日期 也就是至少21天之后 此外卫生部也开始向符合条件的国人发出简讯 邀请他们登记接种疫苗 并呼吁收讯者不要把简讯转发给他人 因为只有指定人士才会接到邀请 当局也说 有公众收到谎称是由药剂公司发出的诈骗简讯 内容提到药剂公司已经获批准为收件人接种疫苗 卫生部呼吁国人提高警惕 新传媒新闻记者林良全报道 儿子